提紙 我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我當年最害怕的是鳳爪 因為師傅的鳳爪先放進冰箱 然後解凍 你說白色還是 我以為你想說吞圓的 有個婆婆在吞 那些冷凍鳳爪 毛骨冷凍鳳爪 但我們吃的士汁鳳爪 蒸那些嗎 蒸那些 現在有些貴的鮑魚鳳爪 放進坑渠旁邊溶雪 我知道 有些食肆會是這樣的 我不太明白 它有個溶器 有個兜 沙機 溶雪有很多水 放在渠也不用其他 因為水會跟著 真是髒水的渠嗎 是呀 用髒水來解凍嗎 不是 它是解凍的水滴到渠道 你明白嗎 三沙機鳳爪 就放在污水渠 在渠旁邊 渠在底下 我明白 因為那些水滴下來 沿著渠就走 沒錯 那些渠在廚房 什麼水都會經過那裡 都是食物水 好了 那你解完 那裡已經很噁心 我剛才說擠牛肉 再加上醃的時候 那些鳳爪 那些師傅的手指 又很髒 但我很喜歡吃鳳爪 其實你不想沒什麼 我很喜歡吃鳳爪 你出街外總會遇到這種情況 甚至江湖傳聞 阿婆那些白雲鳳爪 特別好吃 我也有吃 特別好吃 我也有吃 你們有沒有吃 我想問 我少吃了 我少吃了 我不敢吃 不想到阿婆打卡 對 那些判製成 現在很流行的街路 有很多什麼手撕雞檔 我知道 那些品牌 好像是 那些我都不敢吃 手撕雞 安全掛 阿婆怎麼可以切這麼多雞 對 手撕雞 那她的手都還沒有 VIA姐在撕 是的 我喜歡吃手撕雞 我自己都 中了 中了 你都相信她是用戴手套的手撕 我自己都做過酒樓 我那時候做兼職 做酒樓姐姐 就是去頂肝 去做那些傳菜 不是傳菜 就是樓面那些阿姐 這是我來的 我不是說食物 應該挺好生意 有個妹頭 這樣就存在我 我做完之後得出來的結論 其實食物你就沒辦法 可能你從哪裡吃東西 都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唯獨是你出去吃東西 只能夠做好自己的憤慮 做好自己能夠力所能及做到的事 就是那些碗 我就試過 熱水撕一撕 對,你真的要拿熱水撕一撕 因為那些人撿馬 可能就是那些洗碗機 大酒樓用的洗碗機 不是人手續隻在擦 是洗碗機 一挪地扔下去 過機過機 有時候食物殘渣 可能還是在碗裡 是的,我相信 你撿馬 撿下去的時候 有食物殘渣 這個時候負責撿馬的人 可能眼不見為正 就扔掉那條菜算 繼續撿 所以你真的要自己拿滾水撕一撕 會比較好 因為他會 可能他處理幾千隻碗 他哪有空做這碗 你慢慢擦 但現在比較注重 我覺得 即叫即精就比較好 我以前也上過幾次菜 上了點心 蒸完之後 我拿著一盆馬拉膏 已經一瓶 即你是員工 因為點心部拿下來 拿不及 我就拿著一盆馬拉膏 那條樓梯都有三,四十級的 小樓梯 第二級的時候 我就滲低了 我便找一個小筆 抖住 7-8 我便抖到最低的盤 你那樣 一個肥仔 這樣抖下去 那些碟 還要碎了 你的腰骨沒事嗎 科學 傷啊,我休息了一整個星期 一棒有肉 部長倒了 死皮仔,你這麼笨蛋 拿回盆子,拿到燒尾部裏面 然後找回幾絲 鐵酒底部那些 乾爹碟那樣,就裝回馬鈴菇 誰要馬鈴菇,吉祭 那些馬鈴菇沒有掉落地 沒有掉落地 這樣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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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完那幾個月 我媽媽說,嬉姐,你幹嘛不喝茶? 我不去 也不是那麼好的 你不想買回來的 我試過,上幾個禮拜就早就早排 買外賣,在石門那裡 那些是日本菜館來的 買了一托 那個人拿完之後 都還沒遞到給我 那扇手整袋掉落地 上面那些就倒落落地 那些他就丟掉了 下面那些他換過盒子 食物就是那些食物 但他換過一些盒子給我 也算了吧 我也很難要求人家 全部毀滅 那都是食物 我也有試過,酒樓叫做要幫人沖茶 進去茶水間 那時候茶水間只有職員在幫你 你要鐵觀音,我要水先 然後倒閉 進去之後就會發現 你會以為是有個 那些筆茶葉的殼 被你筆進去 不是的 可能我做的那間是這樣的 我就是拿手拿 這個姐姐 我要多些茶葉 拿手拿,拿完凳幾下 如果是姐姐 她剛在廁所 就變成西檸茶 西檸茶 可能不是間間的 剛好我自己做了一間 可能我看到這樣的狀況 我沒想過 我看過沒有東西的 我以為那些瘋子就有這些問題 你知道什麼瘋子嗎 我自己有 唱棋那些 唱棋那些 花生和瘋子 倒下去的嘛 一來吧 倒下去之前 是個個去完廁所 就拿手拿來玩 有些他不吃 他自己拿手拿來玩 唱歌就玩 手拿來玩 手拿來拌一拌 那他去完廁所 那些就有個調查說 這些花生很高的尿液含量 是啊 你有沒有聽過 很高的尿液含量 甚至是什麼 潔癖的黃枝何鏗呢 我是茶葉 茶葉 大家都知道 譬如去怎樣製造 譬如浪費 如何那些 海味也好 茶葉也好 就算是獨立真空包裝 我都會先泡一泡 當然有些人沖茶 就說第一泡就吹 那種味道 你不要騙我 我也是有這樣的習慣 我無論如何都先泡一泡 泡一泡先 沖一泡一泡水 泡一泡 那你害怕茶壺髒嗎 茶壺也害怕的 應該要害怕茶壺 沒辦法 這個我也有試過 我要幫人收拾好茶 有茶碗 下一轉要用的 有時是生意太好了 清不清 唯有進去 倒了那些茶就算了 又看到那些傘傘 不是的 拿一隻手撩上茶出來 扔扔扔 這些茶葉會黏住 很小粒 有些是撩不走的 真是西檸茶 那你就叫做 拿少許水沖一沖 特勢 再倒 那你也有上一手 不知道還是上上手 剩餘的茶葉 在茶壺裡面 其實都叫做 為何不肯水沖下去 沖完之後還有 因為那些茶葉 是黏住在茶壺裡面 那算了 那些微細的 我們都接受的 所以其實你在茶樓喝那碗茶 可能除了你自己新的茶葉 還有上手 還有上手的茶葉在裡面 香片還有龍井 龍井還有泡梨 泡梨還有不知什麼 但他剛才西西特任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師傅 例如他去酒樓沖茶 有些茶葉在杯底 有些是飲性 他飲性會突出茶葉 有些是拌茶葉 你知不知道 真的會 在這裏 好噁心 比我這篇 這篇本來是 餐館行內人不吃的三樣東西 我也相信 不過大家看完之後 你喜歡吃就吃 第一就是腸 那些什麼腸 例如牛雜也有腸 豬大腸 那些腸聽說要剪 裡面會有些噁心的東西 你要剪酒 如果家裡自己弄的話 要沖一沖 但那些食肆通常 因為沖的過程是很久的 那些食肆通常都不會怎樣弄 所以裡面就原汁原味 一咬進去的時候 嘩 牛吃過什麼 聽到我的音效嗎 完全 有了那個感覺 有了那個味覺 簡直有 但搶我真的不是太行 我小學之後就戒了腸 我是喜歡吃的 但我會想很多東西 太多想頭 山腸物魚那些 嘩 我有一個比較短的做法 我就是吃腸的時候 用筷子夾了裡面的東西 你怎樣夾出來 用一個擠牙膏的方法 用擠牙膏的方法 在外層兩個筷子夾著 擠走裡面的 通常擠出了什麼 青青綠綠的 不知道 總之是糊狀的東西 但你去到最後那一刻 你的筷子會接觸到那些 嘩 那你怎樣想 煮過的糞便好過未煮的糞 我只可以這樣安慰自己 那我就只吃個腸 我就擠走裡面的那些 即是擠牙膏擠走 那好像很好 小小的時候最… 你們兩個都不吃腸嗎 我不吃的 我小時候是爭議 那隻蝦的那條腸吃不吃 蝦腸 即不是蒸的 是蝦的那條黑色 我知道 那時候是小時候 是屎來的 蝦屎來的 蝦屎來的 那時候我就說 媽媽煮東西 真的搞你 兒子幫忙挑腸 其實現在今時今日 哪一個人還這麼麻煩 哪一個人挑的 不挑的 我會的 你也會挑的 那些白灼蝦 我每次都會挑蝦腸 我沒有了 我不挑的 整個就吃 剝了一個殼蝦就吃了 還慢慢挑嗎 挑的 你們也挑的 挑了會比較好吃 因為那些… 心理 不是 那些… 有味道的 味道不會死 但真的有味道 味道不同 腥腸 它好吃就是來死那條腸 不是 那些… 那條腸會有一點沙沙的 為什麼有沙沙 其實那條腸還沒挑乾淨 很細條 慢慢挑挑挑 對… 因為有些腸是漂亮的 即是乾淨 有些蝦是乾淨的 整條腸是… 總之我近年都沒有再做 散散散散散的 我明白你說 媽媽以前是會挑腸的 另一種東西 大家都知道不吃 就是那些叫小龍蝦 你知道那些小龍蝦嗎 我知道 什麼橫紋肌肉症 吃得多可能會引致… 對 總之說那些其實是一些吸污泥 即吸氏 即是那些生長的地方 所以… 實際上它不是龍蝦 它叫小龍蝦 小龍蝦 不是龍蝦 國內那些人最喜歡吃 最喜歡吃耳的 第三樣我很少吃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會說它最不應該吃 就是田螺 是嗎 對於很多喜歡吃東西的人來說 爆炒田螺又漂亮又便宜 加上辣椒真是人間極品 不過田螺一般在泥水中長大 體內體外都有非常髒 清洗田螺要加鹽 加幾滴油 讓它吹乾淨的東西 要逐粒刷 用牙刷自己可以 沒錯 用刷把外殼逐粒刷乾淨 再用剪刀把田螺的尾巴剪掉 因為尾巴很多內臟有寄生蟲 有時候我們在路邊攤吃 那些田螺不會幫你做那麼多 所以你吃就吃掉那些 寄生蟲、髒東西 你們吃田螺不會挑走 我不吃田螺 很有畫面 Michael一直說的時候 我不吃田螺 其實每個星期都會買一 哪裡又可以吃 因為我超市 剛剛我家樓下那間超市 另外一個永遠都放在這裏的 就是田螺 炒 炒田螺 炒田螺 好想 好想 我裝好小食 對 四十多元一匹 你們答得很一齊 但剛才我講到一路鏡 你們答得很一齊 好想 怎麼會沒吃過田螺 我幾宗比較少吃 還有以前吃田螺 以前 街邊檔 街邊檔炒蟹 田螺一碟碟 其實以前舊香港很多人吃的一件事 現在我看到很少人吃的 我叫東風螺 東風螺 你知不知道什麼 我知道 東風螺 是的 什麼屍陰有血 屍陰就是另外一件事 東風螺 現在都很少吃 現在都少 東風螺我會有吃 東風螺你挑出來之後 它的尾部那塊就是要撕走 又是聽聞又是那些 糟糕我沒有撕 你整隻吃東風螺 怎麼會整隻吃 你才說我蝦腸 說得很刑重 你東風螺 我就是沒有撕 你不覺得吃海鮮是有種 當然我們要Google當然找到 你那些搬龍門 剛才你說得那麼緊張 例如吃那個什麼帶子 帶子還是什麼 是不是有夠綠色 有夠腸 要撕走的 Michael你有沒有撕 沒有撕的 因為有兩種答法 第一種答法 有有有 我知道你說什麼 有兩種答法 有些有撕的 有些沒有撕 他就說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那個烹調方法 就是有些人會吃 如果那個東西髒 你怎麼烹調也會髒 那塊是一個叫做鮮杯 還是帶子 鮮杯 鮮杯裡面的內臟 其實是要撕走的 是filter 我也要撕的 我想問你 蟹殼裡面的沙盜 你有沒有拿走 那個沙囊有沒有拿走 你知道我叫什麼 蟹殼兩隻眼 下面中間 你撕它有個沙囊 一個透明袋裡有些類似的沙 好像是散散的 散散的 整個拿走 你不要吃蟹殼的蟹膏 射得這麼開心 很骯髒的 你沒有挑 他又很迷惘 我沒有試過湯蟹 因為我每次吃都已經是煮好的 煮了上來的 因為我們是自己的湯 大閘蟹的時候 因為大閘蟹是整隻 我可能會撕走所有東西 可能有些吃得都會撕走 我自己不知道 反而我講究到 如果我吃花甲 通常人們一口就吃了 其實花甲裡面有某個部分 其實如果你撕開了都是耳 黑黑的 灰灰的 我會吃之前我會先咬走它 因為一口 你咬到屁股裡 然後不放在嘴裡 吃了我的肚子又有什麼問題 你咬了下去 我是咬到耳旁邊 就是咬多一點肉 為什麼你不找雙手呢 女兒 骯髒嘛 快一點 骯髒呢 我不想弄髒自己的手 因為我發現 如果我咬走了花甲那塊的耳 之後我再吃那口肉 我就會覺得味道有些不同 因為那些耳是有點沙沙的 我有吃過 所以吃完後就覺得很噁心 有些沙沙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每次都咬走花甲的耳 這樣小心點是好的 我又不是說這個做法不好 既然是髒的就不如用手撕吧 等於你們都會笑我 夾走那條腸 為什麼筷子夾走那條耳 然後吃那條腸 其實它的髒東西都在裡面 你夾不走 我覺得吃東西 尤其是廣東人 我們真是 很廣東人 吃到什麼都吃 什麼都留下 剛才Coco說了關於內會那些 有一個叫腳佩帆 在開會打到咻咻的時候 就被記者截到 拍到他就在那裡擲芒果 我們就覺得這個人這麼有趣 頭就好像這麼亢奮 拿著手機射人 頭又在那裡擲芒果 生活程序 他就在Facebook回應 他就說什麼 我這些不是叫偷懶 不過是這麼巧 我就訂給我媽媽吃 那那個芒果呢 訂芒果是看鹹片還是看鹹戲 對 看鹹片 上次哪來看 何俊仁 他的回應挺好笑的 他就覺得那些媒體這樣叫他 是覺得他懶 即是兩面人 你又站在那裡懶抗爭 轉頭又在那裡買芒果 令到這個牌子的芒果 就在昨天的黃昏 到今早早上 大家都曝出來了 這是什麼芒果 原來是台灣的新產品 Miko有沒有接觸過 叫做愛文芒 沒有 有沒有吃過 我都沒吃過 沒有吃過 最近我因為自己想試試種 種芒果 這麼厲害 我問了一個叫做 Breader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種植芒果的種植家 農夫 他說你要種哪一種 我問芒果就是芒果 他給了十幾個不同的芒果 什麼金黃芒 什麼芒 蜜芒 我也不記得名字 你想種哪一種 我才知道我原來這麼講究 你不是說 我想種芒果 你沒有芒果樹 他答了十幾個名字 你選一隻 還有一些在外地訂回來 香港沒有 那些種子 舉個例子 重慶大廈的芒果又不同 你知道哪些嗎 是 長的那些 重慶大廈才有賣的 我記得那時候不知誰說過 好像木瓜那麼長 對 長的那些 還有那些味道吃起來不像芒果 味道像花香 大家一定知道是我說哪一種 正啊 有一年 是否梁家權幫我買呢 我忘記了 尖尖長長的 那些是橡牙芒芒 你不記得那些芒果 但質感就像芒果 也不像 應該是有地方特色的芒果品種 香港不是有的 那些芒果呢 我起初以為自己沒有接觸過 誰知原來 其實我太太在去年 去了台灣一串 經常開會 有一次他回來的時候 買了一箱 沒有一箱 買了兩個 忘記了三個 放在餐桌上 這是什麼 芒果 整個頭那麼大 真的好像頭那麼大 很大 這麼大嗎 要整家人一起吃 他為什麼會買這隻芒果呢 大家看照片 就是一瓶屈神士樽 這個應該是330 你看一包紙巾 看一包紙巾 真的是整個頭那麼大的芒果 那又沒有頭那麼大 如果你的頭那麼小 你死定了 BB頭那麼大 你另外看看我太太吃的那張 嘩 是不是頭那麼大 吃完之後很濕熱 吃了一個之後就馬上喝兩茶 很濕熱 他有沒有跟我說過品種是什麼 當時說芒果多錢 叫我猜 一百元 一百元一個芒果 叫我猜 那你猜一下這個芒果 這芒果很貴 最多不是三十元 他當時買的就是二百五十元台幣 那就是隨死 六十元左右 六七十元 一個頭那麼大的芒果 如果六十元也是貴 如果以我的尺度 我也是不捨得吃的 如果是六十元的芒果 你想想 我昨天才吃了十七元的餐 麥記那些下午茶餐 我很節省的 吃個茶室十七元 不要這樣 享受一下 試一下新的東西 六十多元的芒果 我原本對芒果是抗拒的 因為我小時候吃完芒果 喉嚨會很癢 就生了芒果 還有咬 濕熱 我體質吃芒果是不太好 所以我從此很少吃 但現在就好一點了 現在我也沒吃 也沒吃 那你太太自己一個人吃光 自己拼了 自己拼了 你也不吃它 不用吃飯了 是啊 但我揉了一口 如果你說吃後感是甚麼呢 芒果的味道是很人造的味道 是 不同我們小時候吃的 先聽新聞 是